最新的消息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 目前日本为了因应 如果接下来台海发生危机怎么办呢 所以最近日本政府他们计划 要在西南部的琉球群岛 增设130个弹药库 同一时间法国媒体也报道说 目前法国有将近三成的企业 正在做一件事情 也是因应台海危机 如果真的一触即发的话 接下来他们要采购的话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正在拟定紧急采购的备案 因为好多重量级的电子 都要跟台湾的供应商来进行采购 这两岸如果真的打起来怎么办 但是情势真的有这么的紧张吗 曾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当然不仅如此 我看这两天国防部从昨天统计到今天 大概一天半之内就有好多共机 共建中共的一些军舰跟飞机绕来绕去的 今年怎么看台海的情势 就像我们在那个12月27号的时候 在节目里面讲 目前的一个情况 大概是一种地缘经济的时代 那中国他今年在准备的这些动作 基本上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那时候就预测是说演习会加强 但是不会打 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他目前来讲的话 是不断的在台海附近 不管是这个空军也好 海军也好 在做这个演练 这个演练 其实不能单独只看台海 其实要看跟关岛有关 还有他的所谓蓝色海军 整个中国的航母进入到太平 要连起来看才比较准确 因为在我们这个演习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的辽宁号就在关岛旁边 那为什么这样看呢 你看我为什么拿这张图给大家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最近的这些的这种演习里面 他这个轰炸机 这么出行的这个次数 比以前频繁非常多 这代表一件事情 他是一个整个对台湾的 一种战略的一部分 可是他一旦开打之后 美国一定会反制 那美国离台湾最近的基地 就是沃尼沃跟这个关岛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 所要这个我们讲是说 他是出动了这些战斗机 要过来之前 中共的海军或者他的二弹 必须要能够摧毁在沃尼沃 跟在关岛的美国的地面上的 这个战机 所以他是整体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 一个是一个这样做 就是说他是整体的演练 但是他有一个附带的效果 第一个附带效果就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持续性的作战 的一种演练的话 那么他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对美国来讲 说美国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么做 那如果你过来的话怎么样 因为他正在建立在我们整个 空域里面的滞空前的事实 那这个跟他过去在海南南海的部分一样 我弄了几个岛礁 我建立其他的这个军事设施 然后不断的挥袭 他实际上已经有了南海的制空跟制海权 同样的道理 他在这边的演练里面就是说 未来这个是我的 那如果说是美国的这一种军舰也好 或者未来航空机比较接近的时候 那基本上这个就会比较有机会 插箱走火 就像前一阵子 那么中共的这种飞机 故意在美国侦察机的前面 故意晃一晃 这个当然是一种挑衅 美国其实不会输他 只是说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冲突而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过程 那对美国来讲 就清楚告诉你 这就台湾是我的 我就是要这么干 第二个当然是对台湾来讲 因为他目前除了这种军事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有两个对象 一个是对美国的国内 要让美国人知道是说 台湾你没有能力防守 所以你可以放弃防守 这个是一种认知作战 对台湾内部来讲也是一样 因为台湾本来就有不同的思想 他其实目前面临了 他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 最大的一个执政危机 也就是说老百姓普遍的对中共的合法性 开始有所怀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转移国内的经济问题 社会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社会事件 基本上都是一种作用在 所以让大家觉得是说 武统台湾 是我习近平第三任最大的任务 你们必须要支持我 这个是一个内部 那因为内部里面 不管是他跟各省之间 或者北方近期跟东部这边的南海这边的近期 其实他们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矛盾 他必须要借这个去统合是说 我们要集体对外 我们要武统台湾 以及对抗美帝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有多重的目的在里面 那我们台湾一般的习惯 是从台湾这边来看 那如果从台湾来看的话 台湾很小 所以你就接受我们根本不用打 可是我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如果从中国的角度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一件事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它要成为一个蓝色海津 到太平洋去 老实讲台湾就在正中间挡住 那因为这边海南岛 是它的核建艇的基地所在 那么另外的话 传统的潜艇是在这个山东半岛这附近 如果它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话 一定要从这个李宋海峡进来 换句话说 它的经典里面 尤其是说侦察机 很多时候是在这边 因为这边的海是比较深的 当然它核潜艇可以进来 过了台湾海峡之后 一旦潜到深海里面去 美国卫星没办法追踪 而这边因为比较浅 所以是属于传统建立 那么对美国来讲是很现实 就是说中国是这样想 我要扩充 因此我如果拿下台湾之后 不管是说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菲律宾也好 整个它对外的贸易 还有跟东南亚的关系 基本上都可以被切断 所以台湾对它来讲 是在战列上是个核心地位 如果这样过去的话 基本上它一定要拿到第二岛链 然后打到关岛之后 接下来它的潜艇出现 就在美国加州的外海了 那个时候它的核潜艇的弹头 可以覆盖美国前途 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看这边 你可以理解一下 中共目前不管是说这个medium 或者是属于这个intermedium 中程的导弹飞弹的话 其实它可以cover到什么领域里面来 这个中程导弹就可以intermedium 可以cover到这边来 所以这三个概念里面 就是说一旦有战争的时候 一定全打 但是各位也不要以为 美国是省油的灯 虽然说美金在这附近的基地 只有两个大基地 实际上它可以取得降落的基地 包括在菲律宾 在其他地区 其实它有很多的友善的国家 这点点点都是 所以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 虽然那两个基地一定被打 但是其他的基地是可以使用 而且美国的战斗机的飞行 也很习惯 飞行12到14小时 可以非常长城 4500公里可以坐得到 那他们基本上就是需要空中加油 因此我们从这个里面来看的话 双方都在演练 中国是在演练 它将来要打 美国的演练 其实很多 美国经常从本土飞这个轰炸机过来 或者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实际上这个是你看得到的 在水底下还有很多你看不到了 水底下就是说无人的潜艇 其他的这个我们讲是说 这个vehicles 它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真正在作战的时候 中国一定要封锁台湾 它炸完了之后就封锁 封锁的过程里面 它的登陆部队 会被美国的潜艇跟这无人舰等等 它会在很短的期间里面 把登陆部队的舰支全部摧毁掉 所以他们在兵推的时候是说 中国海经基本上可以说潜垮 只是说在这过程里面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台湾其实还没 只要一开打的话 我们基本上大的基础设施 我们的空军基地 跟我们的海经基地 基本上一定是第一时间被打掉了 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会建议说 你不用去买很多的大型东西 而是要买小型 可以用的长久 就这样来 所以我们这样看 兵推本身是处于在军事层面的 它的假设是说台湾愿意防守 如果你不防守 它根本没有理由替你防守 那你如果愿意防守的时候 它要用什么样 所以他们目前在做 那我们刚刚看那个地图 从中国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日本一定会参战 因为台湾被打就是它被打 同样的道理 在韩国跟菲律宾 如果在澳洲一样 你没有联合起来的话 整个就是受它控制 所以是这样 那对美国人来讲 美国是希望避战 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美国在军校里面的上课 就是孙子兵华 要不战而欺敌之兵 那么什么叫不战而欺敌之兵 基本上就是说 你要在其他的层次里面 包括在经济 包括在政治 包括在心里面 你都要去做 所以目前一个讲起来 就是说一旦打的时候 大家都很惨 美国要让中国知道 习近平你打台湾 我就让你整个经济倒退几十年 我让你整个海经全毁 我让你知道你代价有多少 你没有打赢 你的挣钱就支持不下去 我要让你知道是说 你没有打好这场战争 你这个挣钱是无法维系的 这个就是他的代价 那经济上来讲是一个long game 是一个长的游戏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是说 中国为什么看得到 从这个川普时代开始 所有中国一过去所依赖的 不管科技或者是这个金融 其他的领域里面 美国一样一样的在紧缩 因为美国的战略就是说 我要让你没有办法持续打下去 那如果让你不能持续打 我现在就开始做 那这个东西是要消耗到 中国的整体的实力 那这个过程是长久的 那目前中国真的是经历的 他这几十年来经济上最大的挑战 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是很不稳定 所以在中国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内部其实的世界 一直一直的起来 那这个就是说 对美国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时候 所以我简单来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整体上 对俄跟对中国是不一样 中俄虽然看起来有在表面上要合手 但是这一次的二军 像今天看到的报道 俄国的炮兵 目前的战斗力减少百分之七十五 那俄国可能在今年 我也预计说 俄乌战争今天可以停战 如果停战之后 因为俄罗斯也有可能会分裂 中国可能希望去能够把其他中俄 或者是说我们讲说 西伯利亚这些把纳进来 所以他们之间有他的矛盾 但是对美国来讲 美国其实会帮助俄国重建 因为美国需要去牵制他 这个就是要告诉中国 你要打 你要付出你的代价 那你现在如果没有把握 你会打赢的话 你敢这样做吗 所以我们才会说 他今年来讲的话 其实真正打还没有 因为他还在做练习的过程里面 他在做他自己的兵推 跟实际的演习 那为了当然是达到未来的目的 是 好外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你说这场战 没有打起来吗 现在已经是现代化的战争了 在刚刚陈老师提到 比如说认知战 有经济战 有政治战 有心理战 习近平很忙 除了要对外之外 现在这家后院也起火了 因为要解决的是经济的问题 一解封 您知道现在台面上遇到什么问题 台面下遇到哪一些的问题吗 这台面下 虽然是大陆他们自己 自家后院失火了 但是接下来可能会蔓延到 哪一些的资本市场 我们休息一下 陈老师继续告诉您 明镜你们吃就会吃吧 DIY 大概1你嘴银行吗 passat